为了振兴观光 先前观光局推出19岁以下 免费入园的活动 而于此乡的九族文化村 也加码推出摩采活动 包括宾市汽车大奖 总金额高达500万元的奖项要送出 日情也特别在园区内举办抽奖 其中最大奖宾市汽车 则是有一位来自彰化的黄先生 幸运获得 自青春有九族500万大摩采的日子 我们邀请到交通幕观光局 张局长还有很多地方首长 一起来共向盛举 跟见证幸运的得主 今天抽出的宾市汽车的得奖人 黄先生黄世忠 暑假带着前家人一起来出游 投下他的摩采券 很幸运地中的宾市汽车 总共有331个奖项 除了汽车机车 还有很多的iPhone 11等等奖项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奖品 县议员王秋淑肯定九族文化村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能够吸引人潮 前来南投县游玩 十一住行都在南投 非常感谢我们观光局 推动19岁免费入园这个活动 九族文化村 办理自青春游九族 摩采的一个活动 特别加码500万的奖品 奖品非常丰富 得主人是那个汽车是彰化 由彰化一位先生得主 也欢迎各位乡亲好朋友 来我们南投县旅游 把我们的时速游购节都用在于 我们南投县 促进我们南投县的一些观光 能够来体验我们南投县在地的旅游的好景点 县议员谢明某表示 这次的抽奖价值不菲 最大奖是一台汽车 县议员也欢迎民众可以来与池香游玩 总共的那个摩采的奖品 多达500多万的价值 其中最大奖就是台湾书的 真的抽出去了 希望说大家有机会有时间 可以来休族来游购 休族旁边翻山 搬一支山轨 这些燃车轨就是一块汤 可以俯瞰这一团的湖光山色 一举速的希望也能够多多来我们于之乡 在许多嘉宾的参与下 这次共抽出331位幸运儿 总价值500万元的奖品 新议员王秋淑 石庆龙 谢明某议员肯定主办单位的利用心 也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南投县旅游踏青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道